李女士是妇产科医生,她说自己从医20年了,在宁波银州区新东方医院工作过6年。 她拿出了一份通知,大致意思是,公司面临无薪可发,不孕科无病人可接诊,暂停不孕科运营。 李女士只要在正常上下班的情况下,医院每月会支付宁波市的最低工资,执行时间是1月24号。 上面有宁波银州新东方医院的公章。 李女士认为,医院这样的做法和辞退她没有什么两样,就去其他医院应聘了。 成功应聘上,上了一个星期的班,这边就发律师函,导致我这份工作失去。 就是说这个员工还没有跟我们解除劳动合同,因为他们当时是开除我的,开除但是他又不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。 李女士后来提起了劳动仲裁,在4月12号,新东方医院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。 李女士说,因为这件事,她觉得在宁波找不好工作了,就去了外地的一家医院。 那边医院呢,我是21号去的,那我23号我的职业变更就变更到那边去,变更到那边去,他们这边就能查得到我变更的去向。 4月29号就跟那边的总经理打电话,说这个医生人品和技术很差的在新东方。 那总经理因为民营医院,那总经理,我去了一个星期还没有站稳脚的情况下,那总经理就找我谈话,在这种情况下,我又失去了第二份工作。 李女士提供了仲裁裁决书,裁决结结果是,新东方医院需要支付李女士解除劳动合同倾气补偿金,加班工资,未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。 李女士表示,他在新东方医院工作表现很好,医院这样的做法影响了他找工作,他要求赔偿。 因为是上一任的这个,就是说负责人在做这个事情,据我了解,他说因为医院的运行困难,一直在亏本,然后可能就说会存在就是有些这个,就是说员工进行调整,就是说有些是辞职的,有些可能医院劝退的,那具体这个过程呢,详细过程呢,那个上一任就走了,他也没给我说。 宁波、银州新东方医院的负责人陈总表示,李女士的事情是上一任负责人林先生处理的,具体情况他不太了解。 李女士联系上林先生,对方表示自己已经离职。 我从来,我们医院从来没有说是退他,我们这许多的钉钉打卡,全面通知,最后呢,他自己不到人事这边来,来那个,来那个路,那个什么,然后那个指纹机直接就取消。 上着上着就跑到成东医院去上,然后一会跟这个医院也在那吵架,也在那闹,然后上着上着又跑到什么什么,什么拉萨去了,跟拉萨站着上着又吵架了,他上哪个医院都跟哪个医院吵架。 林先生表示,李女士去其他医院上班时,还没有和新东方医院解除劳动合同,他们也是维护医院的权益,所以发了律师函。 至于外地那家医院的电话,他说,不是自己打过去的,也没说过李女士的不是。 人家给我打的,问我这个人怎么样,我说那你们自己用,我哪知道,反正现在跟我们在有劳动合同,我就说这句话,就正常的情况,总不能不说吧。 李女士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。 1818黄青眼据出报道。